大S王小飞离婚闹发后 张岚在直播带货时 也常常提起大S 张岚近日就在直播中弄枪 大S恶心 透露大S过年期间 发了一家四口的照片给他 三十晚上嘛 把我们拉黑 夸又拉回来 夸又拉黑 发了一张照片 是一家四口合影的 多气人 大年三十的你说 恶心不恶心人 我孙子 我孙女 他们家四口的 发完照片后 随即将气拉黑 上张岚有气媚触撒 不过由于张岚没提供任何图片 来证明大S的确发合照给他 网友纷纷质疑张岚炒作 对此 葛思琦今28日释出五张照片 照片直指汪小飞在酒吧 与谋女性接吻 发文公开 王小飞在大S 和第三拍的时候出轨 葛思琦更怒枪张岚拿出证据 呼吁张盈盈快醒醒吧 据了解 此前张盈盈就曾发微博生 自己不想再忍了 控诉张岚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已经2023年了 大S和王小飞一家的闹剧 会有恶目的那一天吗